Hello,大家好,我是被突然降溫冷到有一點感冒的翼王 這次我們來上手評測一下 英特爾最新的13代處理器i913-9600K 這次除了12-9600K之外 還會拉上7950X和5800X3D一起做對比 應該挺有看頭的 先來快速過一下新處理器的參數 英特爾這次新推出的13代酷熱處理器 大約是Raptor Lake猛禽湖 嗯,英特爾跟湖就過不去了 猛禽湖採用了改進版的英特爾7工藝 都不說是多少納米了 相比上一代Order Lake 目前也公布的帶K的型號一核數量都翻倍了 同時頻率提升了很多 過去幾年酷熱處理器的頻率基本上都卡在了5G上下 只有KS後追的頻率能夠高一點 而現在好像突然被打開了任督二脈一樣 頻率蹭蹭的就漲上去了 像13-9600K,P核默認的單核最高睿頻 直接都上到5.8G了 13代酷熱處理器的緩存容量也有所增加 全部改進綜合起來根據官方的數據 13代處理器最多可以帶來15%的單線程和41%的多線程性能提升 雖然看官方的圖表 單核性能提升的主要來源是主頻的增加 而且全部處理器的標稱功耗都有所上升 最後還有一個也一般般重要的東西也有所提升 那就是價格 i9的價格和上代差不多 但是i7和i5都貴了幾百塊 這次來測試的CPU是13代之中暫時最強的i9-13900K KS還沒發售嘛 這顆新的i9是8個性能核加16個能效核 比上一代足足多了8個1核 通過測試可以看到 全核最大銳頻是P核5.5G、1核4.3G 都比上一代高了不少 考慮到隔壁Zen4都能夠全核5G了 Intel這次應該是有一點心理壓力的 雖然TDP還是寫的125W 但是最大銳頻的功耗 從上一代12900K的241W升到了253W 核顯則還是UHD770,新一代的祖傳核顯 為了方便大家了解13代的性能提升 我們找來了一些對手 其中12代的i9-12900K肯定是必須的 然後我們還拉上了隔壁加新的16核旗艦處理器 7950X 以及明明應該是老款 但是因為用了超大的3D緩存 所以遊戲性能特別強 強到AMD自己的7000系列發布會都不敢放出來的5R00X3D 接下來介紹一下這次評測的測試環境 首先是各個CPU使用的主板 這次測了4顆CPU 每一顆用的主板都不一樣 1號CPU i9-13900K 雖然接口還是LGA1700 但是按照慣例主板還是要出新款的 新的Z790芯片組主要改進點一個是內存支持的頻率上升了 實測4槽主板裝2根DDR50 都能超上7000頻率了 當然這個要看具體的主板和內存 然後就是從南橋出來的PCIe 4.0通道多了8根 20G的USB3.2接口多了一個 這次評測我們給13900K搭配的主板是ROG MAXIMUS Z790 HERO 這塊主板配備了20加1項的供電 並且帶有強勁的散熱片 它支持DDR5內存 我們手上這一塊實測雙通道上7000也是沒有問題的 上一代Z690 HERO只能到6600左右 其他的接口配置也是非常的豐富 光雷電接口都有兩個 剩下WiFi61無線網卡、2.5G有線網卡、PCIe 5.0固態的支持都是有的 雖然到現在國內還買不到5.0的固態 在600系列上面首次登場的顯卡快速按鈕 這次也做了更新 現在按下按鈕之後鬆開 卡扣還會自己回它了,非常的順滑 過來12900K使用的主板是微星的Z690i Unify 目前我們手上的12代主板 只有它能夠將DDR5內存超到7000以上的頻率 其中50X的主板是ROG的CROSSHAIR X6701 EXTREME 是AM5平台的旗艦級主板了 5800X3D的主板則是CROSSHAIR 8 Dark Hero 也是AM4時代的頂級主板 內存同樣因為平台原因這次也有幾種 12和13代i9用的是海力士A代顆粒的DDR5 16Gx2 全部超到7000C32 Gear2 13代配DDR5內存想要高頻還是要Gear2 目標是盡量讓12、13代處理器在相同的條件下跑測試 在主板BIOS對A代有更好的優化之前 這應該算是目前頂級的 可以日常長時間使用的D5頻率了 比較有意思的是 明明頻率、時序、大餐、小餐我們都設到是一樣的 但是13900K和12900K跑出來的內存延遲是有差別的 不知道是CPU內部的原因 還是單純是IW4還沒有針對新CPU做優化 7950X配了芝奇的DDR5 Expo 6000C30的內存 也是16Gx2,略超了一點,到6200G1 Fclock超到了2100,在我們這一套版優上面這已經是最好的表現了 換了內存也沒有什麼提升 另外由於IF總線的設計 雖然內存控制器頻率已經是解綁了 我們測試下來感覺還是超Fclock的收益比較大 最後5800X3D用的是C9BRH顆粒的英銳達DDR4 16Gx2 超到了4000C16T1,壓了一點點小餐 Zen3平台的內存頻率主要是看Fclock能超到多少 我們這一顆2000就到頭了 D4單條16G超4000頻率以上,還要壓超低時序的話 需要終極特挑的B帶,我們手上沒有 畢竟都進入D5時代了 現在還來花高炸買D4超頻條總覺得不是那麼合適 因為5800X3D內置了超大緩存,提高了命中率 對內存頻率的敏感程度比其他AM4的CPU要低很多 所以這次差不多就將就著參考一下吧 為了壓制這兩年功耗越來越高的CPU 散熱器我們找來了VK瓦爾基里即將上市的一體式水冷 極葉C420RGB 這次全部平台都統一用了它,方便對比CPU的溫度表現 是的,VK終於要推出420冷排的一體水了 冷頭和我之前評測過,表現優異的C360、C240的是同款 風扇則和C280上面的是一樣的 是帶有增壓框的V14F 這款一體水性能挺有保障的,外觀也是相當的漂亮 目前說到消息是C420黑色版MI639,白色版貴20塊 會在雙11期間和能支持480冷排的VK家的首款機箱ONE同步上市 那款機箱根據我們看到的資料 散熱的支持還是相當強暗的,總之非常值得期待 顯鋁同混合定子用的是剛做過視頻的索泰非公RTX4090AMP Extreme Aero RTX4090應該是目前最強的遊戲顯卡了 不過跑測試的時候還是會使用1080p,盡可能測出CPU的差距 SSD用了PCIe 4.0固態SM850ETB,能夠跑到7000的讀取 測試軟件和遊戲全部都裝在了裡面 電源是全案最新的,支持ATX 3.0標準 和帶有PCIe 5.0 12V High Power接口的Hydro G Pro 1000W 關於那兩個新標準的簡單解讀 在上一次4090的評測視頻裡面有,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一看 系統和設置這一邊,操作系統是最新的Win11-22H2 然後Z790Hero主板,在BIOS裡面默認會開啟它們獨家的多核增強功能 將P22功耗強放寬很多 而為了測出13900NK正常狀態的性能,我們手動將它關掉了 12900NK不用說也沒有進行超頻 隔壁7950X開了PBO,溫度強保持了默認的95度 畢竟官方的數據就是這麼來的,而5800X3D被官方鎖了 就直接採用了默認的設置 好,那麼來看一下萬眾期待的跑分表現 首先是理論性能部分,因為大家都挺忙的 我還是直接講總結吧,感興趣的同學慢慢暫停看成績 13900NK對比12900NK在各個項目中的提升都是相當顯著 畢竟核心數量和頻率都漲了不少 官方宣稱的41%的多核性能提升,在大多數項目裡面確實是可以實現的 至於15%的單核提升,好像也就SuperPi裡面達成了 其他大多的提升在12%左右 1核的提升倒是可能真的有15% 畢竟12900NK的1核主頻只有3.7G 13900NK的已經去到4.3了,這裡就有16%了 13900NK和7950X對比 多核性能根據項目不同算是互有勝負 而且當其中一方贏的時候優勢還挺明顯的 單核性能7950X開PBO整體值比默頻的12900NK長一點點 所以絕大多數項目都是13900NK贏10% 就只有W Prime不知道為什麼是7950X贏 而且優勢特別明顯 1613代我們已經是手動指定過跑測試的核心了 而5800X3D在理論跑分中肯定是比較弱的 畢竟它的賣點是大三緩帶來的強勁遊戲性能 AVX512相關的項目這次沒有測 當初酷睿桌面板上AVX512的時候 我們還興沖沖的專門去找了相關的軟件來跑 結果幾年過去了 普通用戶在日常中能用得上它的軟件 好像就只有不太方便拿出來講的PS3模底器了 接下來可能是更多同學關心的遊戲性能部分 畫面設置都是開到1080P和最高的畫質預設 因為部分特效是吃CPU的 然後光追都關掉,避免顯卡瓶頸 首先5800X3D確實很強 除了Sysco不知道為什麼表現不太行之外 整體和默頻且搭配了7000頻率內存的12900K打的有來有回 同樣和12900K打的有來有回的還有7950X 嗯,12900K突然就變成戰鬥力計量單位了 就是優劣式的項目和5800X3D的不太一致 7950X表現最好的是文明6 平均合和時間甚至比13900K都強了一點點 畢竟是個純次運算的項目 最後主角13900K就不用說了 除了個別項目眾生平等或者發揮不正常向優化問題以外 在我們測試了的大多數遊戲之中它的表現都是最強的 而且領先的幅度還不小 對比12900K最好的能有接近20%的平均幀提升 很多遊戲的1%低幀都強了有百分之十幾 也就是說玩遊戲時穩定性也更好了 跑完分還要來看一下CPU的功耗和溫度 我們在室溫大概23度的環境中 將四顆參戰的CPU分別用AIDA64進行了單考 單選CPU和FPU各考了20分鐘 記錄下了功耗、溫度等數據 這裡的平台功耗是搭配4090時測出來的 不過因為這一次四顆平台的主板都不一樣 所以功耗真的就是僅供大致的參考 其中微星的Z690主板 在BIOS裡面選擇了使用的是水冷散熱器之後 PL2功耗牆也會自動往上拉 所以實際考FPU時能夠達到266W 而1390NK這邊前面說了 關掉了多核增強,PL1、PL2就會鎖到253W 不過考機時的BIOS設置和前面跑測試時的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裡測出來的 是每一個CPU想達到前面跑測試時的性能它需要的實際功耗 可以看到在不使用AVX模塊的時候 1390NK的功耗比1290NK是要高40W的 所以溫度也會高不少 而單考FPU時1390NK和1290NK的溫度差距和功耗差距是對應的 7950X那邊因為PBO的設計 溫度會直接頂到95度溫度牆上面 這個是天生的 同時明明考FPU時功率比兩顆i9都低一點 溫度還是非常的高 ZenFord的機熱問題還是存在的 另外因為1390NK的功耗強在253W 我們考FPU時發現是會降頻的 不過因為前面的測試層級就是在有強的情況下測出來的 所以1390NK的能耗比其實還是有所提升的 還有我們發現初期BIOS給的電壓可能有一點高 手動降壓之後其實是可以全核穩5.5G過FPU的 這個手跑223的性能還可以高一點 當然這個某種程度上可能也算是超頻了 還要看CPU具體的體質啥的 核顯性能可能感興趣的人不多 1390NK上面還是那顆32EU的UHD 770 只是頻率高了一些 不過因為耗時不多也就順便測了一下 總的來說比1290NK上面的那個強了一點 然後跑CSGO的話和7950X的核顯算是半斤八兩吧 那麼來到總結時間了 事情也是非常的簡單 牙膏再次擠爆了 不管單核還是多核性能 對比上一代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遊戲性能表現也是目前我們測過的CPU之中最好的 首發價格甚至比隔壁7950X還低了幾百塊錢 那麼對於今年有高端桌面CPU需求的用戶 1390NK是毫無疑問的首選了 另外不得不說Intel這個總之就不是大小的混合核心架構設計 對於在保證能耗比的前提下 提升多核性能確實是比較方便的 另外對於純遊戲用戶來說 除了到手機用的i9以外 i5和i7應該也是比較值得關注的 按照過往的經驗 同一代的i5、i7、i9的超頻上限應該是比較接近的 超頻後的遊戲表現肯定比12代會強不少 可以留意一下相關的評測 好,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喜歡中心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王先生再見,掰掰